为高铁特定区新建案一件又一件 看得出来正在蓬勃发展 利多的消息除了田径厂等公共设施 还有医院扩建等资源 另一个消息就是 县府力邀台积电来设厂 不过情况并不顺利 那如果是中央过度于政治考量的话 我想我云林县这个农业大县 不只是我的农民的二代 他们也应该要有 在云林县发展的空间跟机会 台积电买下群创旧厂 云林县争取下一个据点 也因此蓄势待发的高铁特定区 加速发展 仲介表示附近的建地 去年一瓶15万 今年已经涨到25万 这涨幅超过六成 但是涨更多的是农地 从一瓶2万涨到5万了 不止翻倍 因为农地它只要申请出来 农用证明种种的费用 它其实税金费用 它是不用负担的 这也是给投资客机会 有民众看好湖围特定区的 发展 数年前七八百万购屋 现在已经破千万 他们说是自己住 并不担心台积电不来了 云林县政府争取台积电 进驻湖围产业园区 不过传出 由于面积不到30公顷 不符合台积电的期待 搁置了开发作业 转向平屋 屏东县 屏东县 屏东县政府表示 台积电用水用电用地 是他们最不缺的 科学园区已经动土新建 持续争取台积电和其他先进科技产业来屏东设厂 县府展现优势 不过目前是透过国科会接洽 并未和台积电直接联系 TBS新闻张崇敏 叶凤达 吴淑萍 云林屏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